大东沟海战 大东沟海战 北洋舰队以旗舰定远为号令 其他各舰相继开火射击 一颗颗炮弹落在日本联合舰队附近的海面上 掀起无数的巨大 因为我没办法冲上去 但我又不想让你靠到我的腹背来 那我就用炮火来 说你争取用炮火把你解决掉 北洋舰队的火炮射程较远 丁汝昌希望利用火力上的覆盖 持至日本第一游击队的速度 随着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 联合舰队开始发炮呼机 也就在这个对射的过程中 日本海军的一个火力显现出来了 第一轮骑射的时候 命中了定远舰 定远舰的前围杆中弹 前围杆中弹 上面的那边信号旗 提督旗全掉海里了 这在中国传统的战争里面 是一个极其不吉祥的事情 就在前围杆断裂后不仅 一枚炮弹又在定远舰的 飞桥甲板附近炸下 正在飞桥甲板上督战的 北洋海军提督 丁汝昌寿上 他已经无法再指挥舰队作战 但他坚持要在甲板上 为士兵武器 从这个之后 这场海上的指挥权 可以说是在刘不禅手里 刘不禅一直认为 自己才是北洋海军提督的 最佳人选 他渴望用这场战斗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丁汝昌受伤的同时 移动右轰的松岛舰 也发生了问题 舰手320毫米的加纳巨炮 发射炮弹后 巨大的后座力 开始让船体倾斜 这样的巨炮已经无法再进行使用 这让移动右亨陷入苦战 松岛舰的牙火 让平井航三成为了联合舰队 进攻的主要发起者 为了让第一游击队 完成对北洋海军 进行包抄的任务 平井航三下令 舰队航速提高至14节 这与航速为10节的本队之间 拉出了一个大缺口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性格是比较尖 也比较狠的 他急于想要在一场作战当中 证明平井他本人不是一个草包 他有他自己的海军的天赋 他急于想要争得一份荣誉 自己立头功 平井航三已经逼近 北洋海军最弱的右翼 超用扬威 此时刘不禅在这场海战中 最大的敌人 平井航三开始发威 他的第一游击队 已经到达北洋海军的右翼 开始对北洋舰队中 最弱的超用扬威 发动进攻 在第一游击队快速的炮火攻击下 超用在烈火中开始下沉 在超用受到重创后 平井航三开始选择新的目标 此时他发现北洋舰队的左翼空虚 他大胆命令第一游击队向左转向180度 调转航向从本队外围通过 向北洋舰队左翼驶去 此时第一游击队已经有了包围北洋舰队的态势 如果第一游击队成功 那平井航三将成为这场海战 最大的功臣 平井航三当时正准备绕到北洋舰队后面去 这个时候突然间本队旗舰松岛声了一个旗语 说回转 他一下子就懵了 我正在进行回转 你又让我回转 这到底往哪转 所以平井航三当时晕了 他既没有继续冲击北洋舰队的左翼 也没有去攻击右翼 而和他的本队随后运动 一东又亨似乎是想在未来的海战历史中 记住一笔 记住这场海战的决胜的命令 是由我一东又亨下到的 而不是第一游击队的自我行动 平井航三以为 一东又亨是想照自己并肩航行 下令转换航向追赶本队 但处在外圈的第一游击队 要追上处在内圈 快速转向的本队 需要花加倍的时间和努力 为了节省时间 平井航三只好先在外圈 尾随本队运动 此时由于第一游击队在外圈运动 导致一东又亨作证的松岛舰暴露在北洋海军的炮口前 刘布禅决定 以敌舰松岛为目标展开攻击 13.04分 一枚炮弹击中松岛号 炮弹穿透主甲板 落在炮房内左侧的机关炮尾上 致使松岛火炮被毁 北洋舰队如同一把利刃 把裂口越死越大 对战场上的突发状况 往往失去准确判断力的一东又亨 进退围固 一东又亨立即下令 本队军舰的编队航速从8节提高至10节 而一东又亨这一决定 导致本队的比锐 扶桑 赤城 西金丸 四艘老旧军舰掉队 这一掉队北洋肯定发现了 这是一个我们创造战果的最佳的时机 刘布禅抢先对落后的四艘日军军舰 率先发起冲突 此时双方相距距离已不足一千米 按照道理 加封印航正是齐头并进地去冲进敌舰 但是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日本人怎么乱成这个样子呢 致远舰突然间加速冲出去了 邓时昌坐证的致远舰 是北洋舰队中航速最快的舰船 当他冲出后 另外两艘舰船也跟着冲出 致远 京远 广甲各舰猛铺赤城 在八百米左右时 对赤城组成交叉炮火射击 赤城身负重伤 我们三艘冲舰去打 打到他舰长被打死了 桅杆被打断了 但愣是没打成 我们的炮弹就是不给力 是非常惨的一个事情 由于清政府一直未能允许 北洋海军补充新式弹药 导致北洋海军 无法对日本联合舰队 造成致命打击 出上去是个好事 但是被日本人避开了 我们没办法在短时间内 让日本军舰沉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致命伤 面对一东又横的错误指挥 坐镇西京丸号的海军军令部长 华山之际开始主持大局 当他看到北洋海军在全力攻击 比锐和赤城这几条军舰的时候 他向一东发出了一条欺语 比锐和赤城危险 一东有横毫不迟疑 立即命令第一游击队回航救援比锐赤城 自己则绕向北洋舰队背后 形成包抄之势 第一游击队高速向左大回转 由于第一游击队左转 而联合舰队本队绕向北洋舰队背后 使得原本在外侧的西京丸 彻底暴露在北洋舰队炮口前 这艘在商船基础上 简单武装而成的 带用巡洋舰西京丸 在刘不禅眼中 随即被判断成大型的运兵船 刘不禅的定远舰 305毫米主炮发射炮弹 击中跨山四季作证的西京丸 刘不禅没有识破联合舰队的战术意图 浪费了太多时间和火力 在西京丸上 而没有去阻止 正在形成夹击势力的联合舰队 此时时间已经快到15点30分 联合舰队从指挥混乱中恢复过来 1894年9月17日15点10分 日本联合舰队经过开战初期的 适应调整 逐渐摸索出对北洋舰队 腹背夹击的部署 同时一枚炮弹击中并远舰手 没有防复的部位 穿透外壁船壳板直入舰内 舰手里面是军医院 医院里面都是家具 一下子就着火了 根据当时的记载说是这样的 说是火焰起来之后烟就起来了 烟一下子把整个定远的舰手 全部笼罩 为何北洋海军在猛击比锐赤城时 一直无法击沉对方 而日本联合舰队的火炮 只要一击中便能对北洋海军的舰船 造成巨大杀伤 化学博士朱星将通过实验 为我们解答在大东沟海战中 日本联合舰队使用的火药 与亲军北洋舰队使用的火药 威力地对比 19世纪北洋舰队所使用的火药 仍然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黑火药 这种黑火药主要是由硝酸钾 硫磺和木炭所构成的 而日军所使用的火药 则是下赖火药 下赖火药又叫苦味酸 它是由三肖基本分所构成的 现在我们要分别点燃两种火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黑火药的燃烧效果 亲军黑火药的燃烧只有短短几秒 我们可以看到黑火药的燃烧 持续时间非常的短 而且威力十分的有限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下赖火药的燃烧威力 我们可以看出下赖火药的燃烧效果十分的惊人 这可能是由于它的溶点比较低 当它燃烧的时候 下赖火药会变成液体 从而像汽油一样燃烧蔓延 而且它的燃烧效果持续时间非常的长 下赖火药产生的黄色有毒烟雾 与木制家具燃烧产生的黑色烟雾 把定远间完全笼罩 大火迅速蔓延至整艘舰船 定远炮火也被迫停止 行驶在定远前方的联合舰队本队 开始集中火力攻击定远 密集的弹雨胶注在定远身上 扎声戒链不断响起 眼看定远危在旦夕 这个时候 北洋海军急需要一位英雄站出来 解救定远之危 在这个时候 就是定远舰旁边那个 刚刚就是不安分受集的 那个支援舰就出来了 支援跟政远一起 去挑战日本族舰 北洋舰队两艘前出的舰船 信了联合舰队的所有火力 也就在这个时候 支援舰就受伤 利用支援 不惜生命换来的宝贵时间 刘不禅指挥船员迅速扑火 修理舰船 但挡在定远前面的支援舰体 却多处被击船 大量海水涌入舰内 船体出现近三十度清新 在此关头 邓志昌做出了一个决定 发动最后冲锋 撞击离舰 志远舰为何会突然冲向敌舰 邓志昌有着什么战术用意 接下来装置设计师刘敏 和海军事研究会会员张兴 制作了两艘船船模型 他们将通过实验 为我们展示清军的战术思想 在海战中我们发现清军的舰船 都是舰守冲向地方 原因是他们使用了一种撞脚战术 类似于古代的这种蒙冲战舰 船头的地方装了一个撞脚 它在水位线下面 然后撞击敌人侧面的这个地方 用水压的压力和船本身的力量 然后使敌人的船身 遭到比较大的破坏 今天我简单做两个模型 咱们进来撞一下 看能撞成什么样 好 我准备好了 开始撞了 一 二 三 这个创口还是挺大的 那么可想而知 如果真的是在水上 再加上它的水压撞击的话 这个船一定会出现一个较大的漏洞 不过就是要看北洋水师的船 有没有机会来撞到日军的舰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 致远舰冲出去的时候 它的目标很可能不是吉野舰 因为那个时候 根据战场行事的判断 吉野第一游击队 已经到了北洋海军的背后 在北洋海军正前方的是 它的本队松岛沿岛桥里这些军箭 联合舰队本队有着大量的速射火炮 火力覆盖极其凶猛 贸然向着冲锋 无异于自杀 它这个冲的意图 我的想法是 绝对不是说是就是无谓的要去冲 我觉得是在一点半之后 他们几次向日本人冲锋逼近 冲锋逼近 老是靠不上去 他想再试一次 让全军跟着他一块来一下 得去跟人家白任战 因为自己知道 用炮战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打赢的 邓世昌知道 这是在舰船沉没前 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然而面对联合舰队 密集的火力观世 他的船倾斜越来越厉害 最后终于沉没 邓世昌落入海后 推开投向他的救生圈 抱住爱犬 选择自沉训舰 志远舰内252名官兵 除7人以外 全部长眠海底 邓世昌的牺牲 为刘不禅赢得了宝贵时间 定员终于扑灭大火 恢复了战斗力 开始与镇员 京员等舰一起 炮轰联合舰队旗舰松岛 清军水兵们 要为死去的将士爆炸 15点30分 松岛堆满弹药的甲板 被火炮击中 甲板上接连不断地 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它甲板上的舰员 基本上死伤殆尽 火炮没有人操纵 有一个材料记载 这个一共有横没有办法 把随舰的军约队的队员弄上来 从舱里弄上来 让他们来操纵火炮 这时北洋舰队能战斗的 只有定远和镇员 两艘铁甲巨舰 联合舰队本队 开始围攻定远和镇员 定远跟镇员两条紫围舰 就盯在那儿 变成一个像晴天柱一样的东西 盯在那儿 刘不禅知道 此次北洋海军的任务 就是护送运兵船 如果在此时撤退 那么日本联合舰队 必将荼毒大东沟内的清军 它别无选择 只能与日军血战到底 日本军舰不断开火 在炮弹密集疯狂的打击下 定远镇员几度燃起大火 但两艘铁甲巨舰互为依靠 一面救火 一面继续射击 正远重弹是270几处 定远少一点 可能是230几处 还有260几处 但是就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两舰始终坚持向西南方运动 仍努力把日本军舰 往远离大东沟的方向引导 1894年9月17日 17点30分 夜幕悄然降临 身心俱疲的一东又亨 担心夜色中 遭到北洋海军军类艇的偷袭 于是命人在松岛舰手 挂出停止战斗信号 召集各舰回航 大东沟海战结束 大东沟一战 北洋舰队共损失 超勇 扬威 志远 金远 四艘军舰 定远 镇远 近远 来远 受重创 阵亡提督 贤气民总兵邓世昌 以下官兵714人 受伤108人 日军松岛 笔锐 赤城西金丸四艰 受重创 阵亡90人 负伤208人 黄海海战这一战 通过时政 告诉了全世界 未来的海战的样式 是什么样的 未来的主流的军舰 样式是什么样的 一个点 告诉大家巨舰打炮 第二个点 军舰的航速 火力 必须要引起重视 所以黄海海战 可以说是世界海战史的 一个风水岭 如果说在1894年9月17号 这一天之前的世界海军 称之为 用中国人的想说法 称之为近代海军的话 我觉得可以大胆地说 在9月17号这一天过去之后 世界海军已经开始走向了 现代海军 1894年 清政府兵败平壤城 辽东烽火即将点燃 一场激烈的运动战 拉开帷幕 日军少将力见尚文 对阵黑龙江将军 伊克唐阿 敬请收看 微观战场 甲午战争 辽阳东陆之战上级